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两岸同胞是命运与共的骨肉兄弟 是血浓与水的一家人 我们一贯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放针 愿以最大诚意尽最大努力 争取两岸和平统一的前景 但绝不容忍台独分裂势力分裂祖国 解放军有关演训活动 针对的是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势力干涉 绝非针对台湾同胞 民进党当局上台以来 拒不承认九二共识 加紧进行台独分裂活动 同时勾连外部势力进行谋独挑衅 这种行径严重损害台湾同胞福祉 严重损害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是造成当前台海地区紧张动荡的根源 历史证明 多行不易必自毙 搞台独不过是皮肤汗术 到最后只能是自取灭亡 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美日试图通过打台湾牌 来实现其以台制华的政治图谋 注定是难以成真的黄粮一梦 美日在台湾问题上闹得越欢 我们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行动 就会出手越硬 必须指出 对于台独分裂行径和外部势力干涉 中国人民解放军绝不姑息 路头就当